台南旅行的第3天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我在台南旅行的第3天 也是最後一天 那我剛剛騎機車騎了一段路 我離開了市區 來到了安南區 那這邊有一間廟呢 我已經想要拜一陣子了 雖然不是說是間什麼很大的廟 但是呢 非常的特別啊 他們供奉的組成是一位 二戰時期 日本的飛行員 這間廟叫做鄭安堂 飛虎將軍廟 那飛虎將軍呢 指的就是這邊供奉了主神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位日本飛行員 那由於飛虎將軍是日本神明啊 所以廟的正對面 有一面日本的旭日旗 鄭安堂呢 還是照著就是目前常見的 台灣道教建築來建成 所以建築風格是非常熟悉的 進門前就有一長串 對於飛虎將軍的介紹 還有日文的 因為這邊其實很多日本人會來參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廟門口的這個布條 也是寫日文的 歡迎日本來的信眾 就連龍柱這邊掛的祈願卡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寫日文的 OK 那我們現在進到鄭安堂裡面 其實一間小小的廟 廟廟非常大 他們放眼看過去有點像 一個小小的活物啊 蠻多的一些相片文物之類的 飛虎將軍 正安堂裡面呢 就只有共同飛虎將軍 岸前有兩面國旗 裡面就是中華民國國旗 裡面是日本國旗 中間這一尊 是飛虎將軍的正架 兩旁就是副架 這兩尊除了在針殿讓信眾參拜之外 他們也是個分領的概念 如果有信眾要奉請回家的話 其實就是旁邊這兩尊 還有一尊感覺是比較新雕的 就是穿著日本軍服的形象 那虎宴裡面有一台戰鬥機 應該就是將軍他當初開的臨屍戰機 因為藏的有點深比較難 然後這邊最特別的就是會攻向燕 因為將軍生前也喜歡抽煙 軍人嘛 會攻三支煙 這邊桌上也是有安武銀旗 將軍的兵馬 在廟裡面呢 有一本這個飛虎將軍團旗 特別幫將軍畫了一篇漫畫 只不過是用日文 應該是要向日本來的一些 遊客信眾來做介紹 然後飛虎將軍 他原名叫做三浦茂峰 是日本的持城縣人 在二戰時期呢 是日軍的飛行員 那當時的軍階 是海軍的兵巢長 介於士官跟軍官之間 1944年 這時候已經是二戰時的尾端了 那三浦呢 還有水的部隊 駐紮在台灣 同年10月 美軍向台灣開來的 四個航母戰鬥群 光是正規跟輕型的航母 就高達17艘吧 那這就是 示意美軍當時空襲的四一圖 三浦呢 接到的命令之後呢 就駕駛了日軍的零四戰鬥機 神空營敵 那這場戰役呢 就是史稱台灣空戰 也是二戰時期 太平洋戰場的最後一場 大型空戰 那三浦呢 他駕駛奮勇作戰 但是最終還是被美軍擊落 雖然之後呢 他有成功的跳擊 但他的降落傘 因為當時槍鄰彈雨啊 就被射破了 所以他就直接從高空 墜落地面身亡 那根據呢 當時這邊的 木吉鄉民的說法 就是如果是三浦他早點跳傘 或許他可以生存 但是呢 他堅持把自己的戰機 開離民房的區域 到一片稻田 他才契機跳傘 那時候已經是為時已晚了 那由於三浦他的遺體 已經面目全非 不過還有他的軍缺上面呢 有寫三浦兩個字 所以因此可以確認他的身份 那這場台灣空戰呢 盟軍得到決定性勝利的結果之下 結束了 那在日軍方面呢 他的陸地航空的戰力 也因此就癱瘓掉了 那在戰爭結束之後呢 這個區域啊 就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這邊的鄉民啊 有好幾位 同時做了一個相同的夢 那夢中呢 就是有一位穿著日本軍服 白衣白帽的士兵 站在他們的床前面 那不僅如此喔 還有很多鄉民宣稱啊 他們在這一帶 常常看到有一位白衣的青年 站在漁溫旁邊 那於是啊 這邊的鄉民呢 就就這一件事情 去寢視這邊的 曹皇宮 保生大帝 那這邊的保生大帝呢 就降世 告知這邊的村民 那其實呢 這個人呢 就是在此地殞命的士兵 由此可知啊 那就是當時在這邊 從高空墜落而亡的山頭 那於是呢 這邊在1971年的時候呢 這邊的鄉民 就進了一個小小的廟 大概四坪左右而已 來供奉山浦 那後來山浦呢 在這邊也是庇佑鄉里 這邊也是非常的安泰 然後呢 非常多的信眾都會前往參拜 而山浦呢 也得到這邊保生大帝的青睞 把他收為座下的弟子 並稱號飛虎將軍 那飛虎將軍的勝號呢 飛虎兩個字 指的其實就是戰鬥機 那我們剛剛去參拜呢 就是給大家看的這間廟呢 其實是一直到1993年 才建成的 原來還有演成布袋西喔 太廟了吧 不過這應該都已經演完了 無緣和那 協緣的兩個這個 飛虎將軍的 就是木製的 就是護身府御守 一個我自己有的 一個會送給大家 我們再來蓋印章 我們再來蓋御守上面 唉唷 可以耶 蠻清楚的 我們剛剛解完一個明信片 我們再來蓋一下 這個是廟的 然後這個是 有戰機飛行員的 將軍神尊的 然後這是大顆的 就這樣 不夠絲 再來蓋一個這個印 我們再來蓋一張明信片 這張就是送給大家 現在有信眾邀請將軍抽菸 OK 那我們現在來到海瑋韶皇宮 也就是我們飛虎將軍的師尊 寶森大帝 他的公廟 皇宮的寶森大帝呢 相當於這邊的禁足 所以他們每年有非常多的祭典 那附近呢 其實所有的公廟都會出教來參與祭典 但是呢 因為飛虎將軍廟 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一頂教 所以他們就請示飛虎將軍 是要怎麼樣從事 那由於飛虎將軍呢 他就是日本人嘛 他就有指示說 他想要一頂全日式的教子 廟方就是蠻苦惱的 因為在台灣沒有人會做啊 那這個消息呢 輾轉流傳到日本的信眾之中 那就有日本的信眾呢 主動募集了很多志工還有募資 最後呢 完成了這一點 飛虎將軍的合室教 然後捐贈給廟方 那在2016年 9月21號的時候呢 有26名信眾 在飛虎將軍的指示之下 飛虎將軍的神尊 一路迎回日本 池城縣水戶寺 就是飛虎將軍他的故鄉 那在水戶寺日本方面呢 也非常的熱烈的迎接飛虎將軍 還把飛虎將軍請上了神教 遊行的市區 並且在當地的護國神社 舉辦了一個衛林的儀式 在回程的時候 信眾們請著飛虎將軍 上了日本的列車 那突然啊 行進一個地方 列車停了下來 不知名的一個故障 在那個地方停了1分30秒 那後來呢 信眾們才發現啊 原來當初列車故障停死那個地方呢 是飛虎將軍 身前要把訓練成飛行員的飛行學校 等於他可能懷念那個地方 所以讓列車停在那邊的1分30秒 1分30秒 好那如果你要抽這個御守跟明信片 你就直接在我們下方隨意留言 隨起留言 好在這邊跟大家說掰掰 我們下方隨意留言 拜拜 我們下方隨意留言 第二個 五條 大物不用大 自己的umuz 我們下方紙 在恐慘 都不敵 一